五代十国是肖雄辈出的时代 在这片没有规则约束的土地上 各路肖雄利用最擅长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有些肖雄的目标只是偏安易渝 守住一片土地世代世袭即可 而有些肖雄的终极目标则是谋取江山 登基称帝 朱温就属于后者 朱温出身于农民 他发迹的起点并不高 比起同时期的李克用 高嫩 王重荣 秦宗全等人 不能相提并论 但朱温有一套自己的城市哲学 比起一搏云天 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李克用 朱温的行事方式更偏向于实用主义 朱温从不为了面子打仗 也从不为面子所拖累 他所有的行动都是围绕获取利益展开的 这一点和李克用有很大的区别 在过去的四年里 李克用打退了围剿他的朝廷联军 打服了成德节度使王荣 打垮了大同节度使贺连夺 同时也成功评判了义子李存孝的反叛 在这四年里 李克用的声望不断提高 但势力范围没有扩充多少 而朱温趁李克用无暇难顾之际 一直在闷声发大财 不断扩充地盘 公元891年7月 朱温打着清除秦宗全余党的名义 准备出兵淮南征讨孙儒 宣武和淮南之间隔着感化军阵 要想顺利出征淮南 就必须拿下感化境内的宿州 当年八月 朱温派大将丁慧葛从州 将宿州团团围住 宿州刺史张云是感化 节度使石浦的核心战将之一 拿下张云就能大幅削弱石浦的势力 当时驻守宿州的兵力并不多 张云见宣武大军势头汹涌 便紧闭城门向石浦搬救兵 但出人意料的是 石浦觉得宿州早晚守不住 派兵前去救援也是浪费 便没有发兵前去救援 在没有救援的情况下 张云体现了极为出色的守城能力 宣武大军几番攻城战过后 不但没有打开城门 反而折损了大量士兵 一时间 攻城战陷入停滞 朱温害怕大后方的朱宣和朱锦兄弟 趁势偷袭 于是下令丁慧加快攻城 后来在葛从州的建议下 丁慧决定采用蓝河筑坝的方式 将宿州淹掉 随着河流被截断 宿州城变成了一片汪洋 城中百姓只能跑到坊顶上避难 宿州城墙是由夯土制成的 在水炮的作用下 城墙出现了脱落 一时间 城中百姓和守军都人心惶惶 后来 城中的商谷大户 找到同为商人的张云父亲张传谷 请求他出面劝说自己儿子投降 此时距离张云已经死守宿州两个月 他本想等着石浦派兵前来相救 但两个月过去未见异兵异足 此时的他已经仁至异尽 为了防止生灵涂炭 他决定顺应民意 开城投降 张云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人 而且长相英俊谈吐不俗 朱温非常欣赏他 于是便将他留在身边任用 近在咫尺的石浦 不但失去了宿州城 也失去了一个左膀右臂 拿下宿州后 朱温留下一支队伍 让丁慧在此驻守 其余大军班师北桓 因为朱轩和朱锦已经休整完毕 打算和朱温来一场决战 但双方还未开战 朱氏兄弟内部就发生了兵变 当年11月 曹州大将郭朱觉得 跟着朱轩没有前途 便杀掉刺史郭慈 转而向朱温投降 不久之后 石浦手下能力最强的大将刘之骏 看到张云投降后 获得朱温的后代 也率领部将2000多人 投降了朱温 随着刘之骏和张云相继投降 石浦手下再也没有能 独当一面的战将 石浦从此也一蹶不振 就在宿州城破后不久 与宿州接壤的寿州 也传来了好消息 寿州守将是孙儒的手下刘洪鄂 他早就受不了孙儒的暴虐 一直在寻找另投他处的机会 如今 朱温拿下宿州 他便带着城中的将士 向朱温投降 此番朱温南下宿州 用非常小的伤亡代价 换来了三元大将 对此朱温非常欣喜 不过他的好运并未结束 就在朱温命大军北上回撤时 朱锦率领三万人前来支援赶化 结果被朱温用计成功伏击 再次让朱锦几乎全军覆没 随着朱锦被打退 朱温将宿州牢牢握在手中 此时 朱温的地盘已经扩大到15个州 当初他刚上任宣武节度使时 手里仅有汴州和宋州 经过十年的努力 他已经成为称霸一方的中原军阀 此时的朱温刚满40岁 是体力和经验完美结合的时期 智德意满的朱温 准备先拿下朱宣和朱锦兄弟 彻底解决大后方的后患 公元892年2月初三 朱温命自己的长子朱有玉为先锋进驻 浦州西部的斗门 几天之后 朱温率领大部队前去会合 但在朱温到达之前 朱宣事先得知朱有玉前来进犯的消息 率领一万精兵前来偷袭 将战斗经验不是很足的朱有玉打得大败 随后 朱有玉弃迎而逃 他没来得及派人去通知朱温 致使朱温遭到了伏击 朱温在偷袭中折损了一些兵马 好在并不是很严重 但朱有玉的乞讨打乱了朱温的计划 他下令撤军返回汴州 在返回的途中 朱温和朱有玉在互合相遇 双方合兵一处 后来 朱温让朱玉率领200骑兵 探查一下回汴州的路 朱玉在途中又遇到了朱宣 由于双方兵力悬殊 朱玉扔下士兵选择逃跑 此次 他又没钱去通知朱温 朱宣从俘虏的宣武士兵口中 得知朱温正驻扎在护河 并且没有防败 朱宣果断抓住这个机会 亲自带兵前去偷袭 此次朱温被朱宣打得溃败 朱温为了自保 抛下大军准备逃跑 失去主帅的宣武军 遭到了单方面的屠杀 朱宣随后又命人 对朱温穷追不舍 最后 朱温在猛将张归后 和张云的奋力拼杀下 才侥幸逃脱 此意朱温损失了 几十元战将和数万士兵 这是他带兵以来遭遇的 最惨重的一次失利 好在朱温的家底比较厚实 此番战败并没有伤及他的根基 此次失利让朱温放弃了 同时与朱氏兄弟 和石浦双线作战的计划 他转而将精力 集中在实力稍弱的石浦身上 修整完毕后 朱温率领大军再次杀入赶化镇 朱温将之前战败的怒火 全部发泄到石浦身上 一路上 朱温纵容士兵们烧杀抢掠 感化境内的百姓要么被杀 要么逃离远走他乡 而石浦一直躲在城中不敢出来 他本以为朱温截略完之后 会自行撤去 但朱温一直不走 久而久之 石浦出现了粮草短缺 无奈之下选择了投降 石浦起初本想割地求和 但朱温不同意 他表示可以饶石浦一命 但石浦必须离开徐州回长安养老 此时的石浦已经没有谈条件的资本 为了保命 他答应了朱温的条件 随后 朱温上奏朝廷 请朝廷任命一位节度使来徐州上任 皇帝李叶看到朱温的上奏后 简直不敢相信此事为真 朱温此举相当于把辛苦打下的感化阵 让给了朝廷 这在军阀混战的唐末时期 是非常少见的 李叶得知此事后大喜 当即任命当朝宰相刘崇旺 出任感化节度使 并保留他在朝中的职位 任命石浦担任太子的老师 李叶下完诏令之后 朱温便下令撤军 石浦见朱温大军退去便立马返回 重新组织兵力进行防御 朱温早就料到石浦会返回 他派自己的长子朱有玉前去围攻徐州 石浦再度向朱氏兄弟颁救兵 太宁节度使朱锦 文迅率领两万军队前去支援 准备充分的朱温 让朱有玉在朱锦的必经之路上设下了埋伏 本想凭借此意收割朱锦的人头 但由于朱有玉指挥失误 不但让朱锦跑了 还折损了大将霍存 霍存素有忠勇之名 他的意外被杀 让朱温十分心痛 这场勉强的胜利 让朱温难以下宴 此战结束后 朱温的义子朱有玉 给朱温写信告发朱有玉 说他率领十万大军围攻徐州 却久攻不克 此次在石佛山劫机朱锦 本可以将其斩杀 最终却让朱锦逃脱 还搭上祸存的性命 此前在斗门之战时 朱有玉主动弃迎而逃 却没给朱温通报 致使军队全军覆没 朱温还差点被杀 这一切可能都不是偶然 朱有公本是朱温家里的一个书童 因为善于揣摩朱温的心思 加之无底线的迎合 被朱温收为义子 并改名朱有公 他的出现 让作为长子的朱有玉 十分反感 经常刻意打压他 两人之间存在很深的矛盾 朱有公一直在寻求报复的机会 这封举报信 是朱有公精心斟酌的结果 朱温看望举报信后 派人传令让大将庞石谷 前去接替朱有玉 然后将朱有玉押回汴州受审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传令使者没有将书信送给庞石谷 而是阴差阳错送到了朱有玉手中 朱有玉看完信件后才知道 大祸临头 前去汴州受审 肯定是百口莫辩 造反也是条死路 因为朱温在军中声望极高 士兵们的亲属还留在汴州 肯定不会跟着他造反 此时他脑中闪现出很多念头 最终他决定回朱温出生的地方 前去投奔朱温的亲大哥 也就是自己的伯父朱全玉 后来朱温的正妻张夫人得知朱有玉的下落后 秘密派人找到朱有玉 让他回汴州跟父亲认错 朱有玉并不相信自己的父亲 但他非常相信张夫人 张夫人并不是朱有玉的母亲 而且张夫人已经有一个儿子朱有针 如果朱有玉被杀 对朱有针将来继承朱温的家业更加有利 朱有玉之所以相信张夫人 是因为全军将士都知道张夫人是个善良的人 而且能压制住朱温 他经常出手救助朱温想杀的人 而且屡屡成功 有了张夫人的庇护 朱有玉决定回汴州 朱温见到朱有玉之后 立马下令将他推出去斩首 关键时刻 张夫人从士兵手中一把将朱有玉抱住 他告诉朱温 朱有玉敢一人只身前来请罪 足以能证明自身清白 在张夫人的劝说下 朱温怒气消了很多 最终免了朱有玉死罪 将他调往许州任职 暂时远离权力中心 张夫人在朱温心中的地位 就像是马皇后对朱元璋那般重要 要不是朱温的名声太差 他们俩之间的爱情故事 也是一段佳话 朱有玉被调到许州后 朱温任命大将庞石谷 担任攻打许州的主帅 庞石谷的能力 并不是朱温手下战将中 最厉害的 朱温之所以对他为以重任 是因为庞石谷非常听话 他在皇朝起义时 就在朱温手下做事 朱温对他非常信任 在尔虞我诈的乱世中 朱温见过太多手下士兵 杀死主帅的事情 在朱温眼里 忠诚要比能力更加重要 公元893年2月 庞石谷拿下了 徐州城外的最后一个据点 拿下徐州指日可待 绝境之中的石谷 拼死抵抗 动员城中所有的南丁守城 又强撑了两个多月 此次朱温出动了十万大军 每日粮草消耗是一个巨大数字 连日攻城让朱温大军粮草吃紧 他担心出现意外 便打算退兵 在退兵之前 他召首席智囊靖祥前来商讨 靖祥表示 坚决不能退兵 虽然目前将士们粮草吃紧 但石谷的粮草肯定更加紧缺 只要再坚持一段时间 徐州肯定支撑不住 靖祥的话让朱温醍醐灌顶 他当即打消了撤兵的念头 并决定亲自到徐州督战 朱温的到来大大提升了士气 当年四月 朱温大军开始了一轮更加猛烈的进攻 士兵们发了风一般架起云梯 往城墙上爬 让城内的士兵看得心惊胆战 最终徐州城破 朱温大军顺利拿下了徐州 石谷在城破之前 带着全家七小躲进了燕子楼 石谷知道 落在朱温手里肯定不能善终 最终一把火将自己和全家老小全部烧死 不过 石谷一位姓刘的小妾 在他放火之前逃了出来 并在城中躲了起来 刘氏长得天香国色 他第一任丈夫是皇朝手下的宰相上让 石谷是上让的手下 皇朝被杀后 早一步投降朝廷的石谷抓住了上让 并将刘氏据为己有 当时朱温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军阀 尽管刘氏的姿色让他口水直流 但实力不济的他只能过过掩掩 如今 朱温已经称霸一方 带他入城后 刘氏主动前去拜见朱温 朱温一眼便认出了他 两人没有进行过多的铺垫 直接开始深入交流 朱温是个非常好色的人 为了不让张夫人生气 朱温不能把刘氏放在身边 但把他赶走 又不符合色狼的职业准则 最终 朱温想了一个好办法 他把刘氏赐给刚丧妻的静祥 以此来避人耳目 静祥了解其中的内情 因此也不在意刘氏与朱温偷情 为了防止刘氏在朱温面前说坏话 静祥不仅要允许刘氏偷情 还要处处讨好他 静祥也是当之无愧的绿帽子王 尽管朱温给静祥戴了一顶大大的绿帽子 但丝毫没影响两人之间的正常合作 拿下徐州后 静祥给朱温制定了一个长期战略 让朱温尽可攻退可守 对此朱温十分高兴 并严格执行 当初朱温攻打徐州 是为了进一步谋取淮南 如今徐州已经到手 朱温却采取了防守的策略 因为在朱温扩张地盘期间 淮南的形势发生了巨变 当初杨行密拿下扬州后 秦宗泉就将孙儒 立马率兵赶来围攻扬州 喜欢吃人的孙儒作战十分勇猛 他率领的军队战斗力十足 本来杨行密占据着主动权 在孙儒的猛烈攻击下 杨行密节节败退 此时杨行密的首席谋士 袁习建议应该放弃扬州 返回大本营卢州 否则就会成为孙儒的囊中之物 尽管杨行密十分不舍 但他觉得袁习说的有道理 便命人将扬州城内的金银资重 悄悄运回卢州 以免到时候措手不及 搬空扬州后 杨行密在袁习的建议下 留一部分兵力留守卢州 然后他带着大军继续扩张地盘 经过一番分析 袁习建议先攻打宣州 因为镇守宣州的赵黄 为人十分残暴 在当地不得民心 赵黄之前也是皇朝的旧部 后来辗转占领了宣州 赵黄手下有一员猛将名叫周本 据传是三国时期 吴国大都督周瑜的后裔 不过周本没有继承先祖的英俊潇洒 而是长得五大三粗 战斗力爆表是标准的战争机器 周本的存在 让杨行密在与赵黄前几次交手中 吃尽了苦头 后来杨行密采用围城策略 切断了宣州与外界的良道 致使宣州成为一座孤城 赵黄没有能力破解困局 士兵们发生了滑变 赵黄偷偷溜出城逃跑 结果被杨行密抓住 赵黄被抓后 杨行密利用宣州内部人心慰稳之计 强行攻城 一举拿下了宣州 城破之后 赵黄被杨行密处死 他的部下周本 则被杨行密收之麾下 周本也是杨行密 此次攻打宣州最大的收获之一 就在杨行密拿下宣州当月 孙儒派人前去攻打卢州 驻守卢州的守将蔡仇不战而降 这让杨行密十分悲痛 更让杨行密难以接受的是 他的首席智囊袁席 在拿下宣州不久后病逝 接连遭受打击的杨行密 并未选择低沉下去 他决定继续扩张地盘 经过一番斟酌 他决定攻打长州 当时的长州属于镇海军镇 镇海也被称为浙溪镇 是一个老牌军镇 下辖六个州 囊括了今天的江苏南部 浙江北部 以及上海全部 尽得江南京华之地 上一任镇海截度使周宝去世后 镇海内部出现了分裂 各股势力相互内斗争夺地盘 最终占据杭州的潜流 在这场瓜分地盘的游戏中脱颖而出 他经过一番征讨 最终拿下了其中的四个州 成为这些一带实力最强的军阀 不过在杨行密看来 刚刚拿下大片地盘的潜流 缺乏民心基础 况且潜流的资历比较浅 很难驾驭军中老将 考虑到这些 杨行密决定对潜流动手 公元889年10月 杨行密让自己的副手田军率领大军 前去围攻长州 驻守长州的守将 名叫杜灵 是五代时期一个比较出名的大将 他的辈分和声望并不在潜流之下 在杜灵的防守下 田军前几次攻城 都以失败告终 后来田军采用挖地道的方式 往城内输送士兵 并阴差阳错地挖到杜灵的房间内部 没有防备的杜灵被升擒 随着杜灵被抓 长州城很快被攻破 这也是华夏历史上 比较成功的一次地道战 就在田军占领长州之际 在淮南站稳脚跟的孙儒 率领马英 刘建峰等大将率兵南下 目标直指长州 田军自知不是对手 稍作抵抗 便逃回了宣州 随后 孙儒又拿下了润州 一时间将杨行觅和钱刘 打得没有招架之力 就在孙儒大杀四方之际 朱温从徐州抽出兵力 任命庞施谷为主帅 目标直指孙儒的大本营 并接连拿下了高游和天长两座城池 孙儒眼见大本营被偷袭 便火速赶回江北 将庞施谷打得大败 重新拿回了控制权 杨行觅见孙儒主力大军北规 趁机从孙儒手中夺回了长州和润州 并在沿江一带部署重兵 防止孙儒渡江前来偷袭 随后 杨行觅又对苏州发起猛攻 将潜流的队伍赶回了杭州 潜流意识到 杨行觅和孙儒不是一般的对手 他决定暂时采取防御姿态 命人加固杭州的城墙 稳固好自己的大本营 孙儒得知长州 润州失守的消息后大怒 他决定再次出兵南下 讨伐杨行觅 为了防止朱温在背后偷袭 孙儒主动派人向朱温求和 朱温想利用孙儒来制衡杨行觅和潜流 因此答应求和 得到朱温的保证后 孙儒再次亲率大军南下 孙儒军队的战斗力 明显要高于杨行觅和潜流 在孙儒的带领下 很快便重新夺回了长州和润州 孙儒军队的战斗力 让朱温大吃一惊 为了不让孙儒快速占领江南 朱温将孙儒派来求和的使者斩杀 对外宣称要进攻孙儒的大本营扬州 孙儒担心扬州有失 紧急下令撤回 后来孙儒收集到完整情报 才知道朱温此时正忙于征讨 魏伯节度使罗洪信 根本无暇难顾 孙儒被戏耍后大骂朱温无耻 然后再次集结大军南下 公元891年正月 孙儒将军队兵分两路 准备同时吃掉杨行密和潜流 孙儒派大将李从立率领西路军 进攻杨行密的大本营宣州 他本人亲率东路军进攻潜流的大本营杭州 潜流得知孙儒亲自来讨的消息后 下出一身冷汗 为了力保杭州不失 他调集了手下全部兵力驻防杭州 杭州一带河流众多 潜流利用南方人善于水战的优势 成功拖住了孙儒大军 李从立率领的东路军一路打到了宣州城郊 在此也遇到了顽强的抵抗 由于宣州附近河流比较少 有利于北方士兵作战 孙儒决定暂时放弃杭州 转而与李从立合兵一处 共同攻打宣州 杨行密的总体实力要比潜流强一点 但在孙儒面前仍然不堪一击 宣州外部的兵力很快被孙儒清除 随后孙儒在池州成了临时大本营 准备一举南下宣州 战争讲求天时地利人和 就在杨行密面临绝境之际 一场几十年难遇的大暴雨救了他 这场大暴雨持续多日 孙儒的士兵病倒一片 他知道此时攻城已经不太可能 于是留下一部分兵力 驻守宣州北面的河州 楚州 他自己则率领主力部队返回扬州 孙儒刚撤兵不久 躲过一劫的杨行密 立马派兵夺回了河州与楚州 几番较量结束后 孙儒、杨行密和钱流都各有损伤 随后他们进入到休战阶段 开始休整军队 此战过后 杨行密认为 仅凭自己的实力 难以抵挡孙儒的进攻 于是派人向钱流求和 希望能共同抵御孙儒 为了表示诚意 杨行密释放了之前俘虏的杜灵 对于杨行密的主动示好 钱流欣然同意 作为释放杜灵的回报 钱流给宣州提供了一批粮食 孙儒并不害怕 钱阳两家联合 他觉得上次失利 是天气原因导致的 为了规避天气 带来的不利因素 他需要避开梅雨季节 同时招纳更多的士兵 只要士兵够多 即便因为天气原因 折损一半 也不耽误正常作战 孙儒没有根据地意识 他占领地盘的目的 就是为了掠夺资源 一旦掠夺完毕 就会将其毁掉 以免成为自己的累赘 此次南下之前 孙儒做了一个 出人意料的决定 他下令在占领的淮南地盘上 来一次三光政策 除了抢劫财物之外 凡是男性壮丁一律冲军 女性跟随部队劳军 剩下的人一律杀掉 房屋楼舍也一把火烧掉 绝不让朱温占到一点便宜 随着三光政策的实施 扬州城变成了人间地狱 公元891年7月 孙儒对外声称 集结了50万大军 这个数字肯定有夸张的成分 但十几万应该是有的 随着孙儒一声令下 大军浩浩荡荡渡江南下 孙儒大军所到之处 无人肝阻拦 杨行密为了错其锋芒 主动率兵和孙儒的前锋部队 打了一仗 结果大败而归 杨行密在将士们的拼杀下 才得以安全返回宣州 不久之后 孙儒大军到达宣州城下 并做好随时攻城的准备 杨行密回到宣州后 召集幕僚商议对策 在幕僚的建议下 杨行密一边采取 兼臂清野的策略 和孙儒打消耗战 因为孙儒此次大军出动 粮草攻击是一个大问题 战事拖得越久 对杨行密越有利 除此之外 杨行密还做了另外一个举动 他将军中属于淮南籍的士兵 全部遣返回淮南 让他们回家耕种 杨行密之所以这么做 是为了瓦解孙儒的军心 因为孙儒军队中 有很大一部分士兵 是被裹挟而来的淮南人 他们离开淮南时 家乡早已被孙儒毁掉 杨行密派淮南士兵回家 耕种建设家乡 就是要勾起孙儒军中 淮南士兵的思乡之情 达到瓦解军心的目的 杨行密这两个策略 实施过程很漫长 但是很奏效 他一边死守宣州 一边派人前去占领 被孙儒抛弃的淮南州郡 由于无人把守 杨行密仅用了少许兵力 就将淮南各州拿了回来 公元892年4月 杨行密已经控制了八个州 在他的大力安抚下 这些地方都已经开始恢复生产 孙儒由于没能顺利攻克宣州 致使战事周期被大大延长 他的粮草开始出现短缺 大多数士兵只能吃个半饱 当年5月 江南开始进入到梅雨季节 连日暴雨 让孙儒军中出现了瘧疾和瘟疫 非战斗检员非常严重 此时 孙儒应该主动撤军 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但孙儒不甘心就这样失败 他在军队严重透支的情况下 强行要求攻城 士兵们只能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 前去作战 结果可想而知 不但没有撼动宣州城 反而造成了数倍于往常的伤亡 当失利的情绪在军中蜿蜒时 淮南各州恢复生产的消息 在军中散播 出身于淮南的士兵们 更加无心战斗 一时间 孙儒大军变得死气沉沉 就在此时 孙儒也染上了疟疾 此事被杨行觅获悉 杨行觅认为 这是一个反击的绝佳事迹 于是打开城门 派出精锐部队冲击孙儒的大营 孙儒的士兵根本无心作战 纷纷做鸟兽状溃逃 孙儒见大势已去准备逃跑 不久后被杨行觅的副手田军升勤 田军没有向杨行觅请示 便直接将其斩首 随着孙儒被杀 这场旷日持久的宣州保卫战宣告结束 战后 杨行觅收编了孙儒手下的蔡州兵 杨行觅知道蔡州兵的作战实力 为了拉拢他们 杨行觅给了他们非常优厚的待遇 为了区别于其他士兵 整编后的蔡州兵全部身穿黑甲 和李克用的押军颇为相似 后来 杨行觅给这批蔡州兵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黑云都 为了将黑云都牢牢抓在手中 杨行觅让自己的小舅子朱岩寿掌管这支军队 在杨行觅发迹的过程中 他的同乡发小田军一路跟随 并成为军中的二号人物 田军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 在军中根基很深 当初田军打了败仗后 杨行觅打算撤掉他 结果差点引起军队滑变 无奈之下 杨行觅只得请他回来 此次大胜过后 杨行觅将宣州留给了田军 将润州留给了另外一位大将安仁义 杨行觅知道 这两人已经不能算是他的嫡系 因此尽早进行切割 以免发生内部矛盾 由于年年战乱 加之孙儒的三光政策 致使战后的淮南一片凋敝 杨行觅主政淮南之后 开始实施人证 鼓励百姓生产 同时大力发展贸易 减少劳役 降低税收 杨行觅还颁布了诸多政策 来吸引周围的流民前来安家 在一系列安抚政策的带动下 淮南逐渐恢复到之前的繁荣 从淮南的恢复过程也能看出 真正让百姓穷困潦倒的 并不是天灾 而是统治阶层残酷的压榨 只要统治阶层稍微放松一些压榨力度 当时的生产力 还是能让百姓们过上吃饱饭的日子的 此次对抗孙儒的另外一位主角 占据杭州的前流 也趁机收编了一部分孙儒的残军 继续扩大自身势力 当初孙儒围攻宣州时 曾派新副大将马英、刘建峰、张吉 到周边抢梁 孙儒死后 马英和刘建峰推举张吉为新领袖 带领手下的七八千士兵 南下谋求生路 这支队伍在日后也创造了一段传奇 孙儒被杀后 江淮一带的局势逐渐明朗 杨行蜜和钱流成为两支后起之秀 掌控着江淮一带的局势 当初杨行蜜离开卢州时 让自己的心腹蔡筹驻守卢州 后来蔡筹投降了孙儒 如今孙儒被打败 杨行蜜本以为蔡筹会心甘情愿地回来 但蔡筹害怕杨行蜜会加害自己 因此不肯归降 此时的蔡筹远远不是杨行蜜的对手 为了自保 他打算投靠朱温 为此 蔡筹派人刨了杨行蜜的祖坟 作为见面礼献给朱温 希望能得到朱温的庇护 但朱温没有接受蔡筹的归负 为了不和杨行蜜翻脸 朱温派人给杨行蜜送信 声称绝不会插手他和蔡筹之间的恩怨 得到朱温的保证后 杨行蜜很快灭掉了蔡筹 重新将卢州收回囊中 朱温之所以没接收蔡筹的投诚 并不是不想要卢州 而是他正在忙着和朱轩 朱锦兄弟俩决战 为了防止杨行蜜从背后捅刀子 他只能忍痛放弃卢州 公元894年正月 朱温派自己的王牌大将葛从舟 率领一支队伍前去攻打齐州 朱氏兄弟见葛从舟率领的兵马并不多 于是想趁机将其一举歼灭 只要能灭掉葛从舟 就能断掉朱温一条臂膀 朱氏兄弟越想越兴奋 他们两人亲自率领军队前去围剿葛从舟 葛从舟见朱氏兄弟追来后 当即放弃攻城 而是带着队伍一路逃窜 避免与对方作战 葛从舟之所以这么做 是为了让朱氏兄弟远离运州 这是朱温和靖祥制定的声东击西之计 就在朱氏兄弟一路追击葛从舟时 朱温亲自率领大军从汴州出发 直逼朱轩的大本营运州 朱氏兄弟得到运州告急的消息后才知道上当 他们当即放弃追击葛从舟 然后率领部队火速赶往运州 葛从舟见朱氏兄弟回撤 当即掉头对朱氏兄弟展开追击 朱氏兄弟担心运州有失 不敢与葛从舟纠缠 他们一路狂奔 最终到达了运州 此时的朱温并未攻城 而是驻扎在运州郊外的渔山 准备以疫待劳 对朱氏兄弟来讲 此时他们应该紧闭城门 兼闭青野 让朱温主动撤军 但朱氏兄弟被朱温溜了一圈 心里十分恼火 加之朱温这几年 一直在朱氏兄弟的地盘上骚扰 使得百姓无法正常耕种 粮食连年欠收 朱氏兄弟决定薪酬旧恨一起算 和朱温来个了断 但战争不是意气用事 朱氏兄弟为他们的冲动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此意 朱温斩杀对方上万人 一血之前在护合的惨败 为了震慑对方 朱温命人将对方士兵的尸体 垒成精灌 此次大胜过后 朱温本想乘胜追击 一举拿下运州 但就在此时 朱温收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他的宿敌李克用打算插手此事 朱氏兄弟虽然遭遇惨败 但运州城墙非常坚固 朱温没有把握在短期内将其拿下 为了防止李克用搞突然袭击 朱温决定暂时后撤 驻军于浦州 观察时局变化 不过 此次李克用仅仅派了500名骑兵前来驻镇 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但朱温的探子没有搞清楚李克用援兵的具体数量 只向朱温报告了沙陀骑兵前来驻镇的消息 朱温不想在此时与李克用交手 而且他也取得了战前制定的目标 于是下令返回汴州 返回汴州后 朱温收到了四周刺史投降张剑杨行觅的消息 四周刺史之所以选择投降 是因为朱温派去的征梁官 不考虑四周的实际情况 强行压榨当地官府和百姓 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反感 公元894年11月 张剑为了全城百姓和自身前城 决定向杨行觅开城投降 杨行觅欣然接纳了张剑的投降 并派兵前往四周协防 张剑的投降让朱温大怒 更让朱温愤怒的是 杨行觅在背后捅刀子 这件事也成为朱温和杨行觅正式交捂的导火索 自此之后两人都不再伪装 相互把对方当作仇敌 杨行觅为了对付朱温 他上奏朝廷 建议朝廷出面组织河东李克用 义武王处存 天平朱宣 泰宁朱锦 和杨行觅组成五路大军 共同讨伐朱温 不过 李叶并未理会杨行觅的建议 此时的朱温已经是中原第一强阵 比李克用的综合实力还要强 如果打不赢朱温 朝廷很有可能被推翻 而且朱温的态度并不算很差 并没有要推翻朝廷的意思 虽然杨行觅请求 共同讨伐朱温的建议未被采纳 不过他这歌举动 成功向李克用和朱氏兄弟 传递了一个信息 朱温才是他们共同的敌人 公元895年3月 杨行觅向朝廷提出建议不久后 他派兵拿下了北方的寿州和豪州 将势力范围再一次往北拓展 已经威胁到朱温的地盘 不过此时的朱温没有精力和杨行觅纠缠 因为他的首要目标是除掉朱轩和朱锦兄弟俩 之前朱温因为情报工作没做好 不知道李克用只派了500骑兵驻阵 因此浪费了大好形势 后来朱温又卷土重来 任命杨子朱友公为主帅 率领大军围住了朱锦的大本营远州 朱温驻军于远州西南郊外 他让朱友公摆出一副不拿下远州 势不罢休的姿态 以此来吸引远州的朱轩前来救援 朱温打算半路设下埋伏 伏击朱轩 朱轩与朱温作战多次 深知他的狡诈 但朱锦又不能不救 为了试探虚实 朱轩让李克用提供的500沙驼骑兵 为先锋赶赴衍州 结果半路被朱温伏击 全军覆没 这个结果在朱轩意料之中 他紧接着派人通知李克用 声称朱温截杀了500沙驼骑兵 此举是在向李克用示威 请求李克用发兵前来救援 朱轩的言辞颇具煽动性 性情耿直的李克用 在朱轩的激将下 派出一万多人前去支援朱氏兄弟 朱温得知李克用的举动后 知道他是真的打算和自己打一场 朱温不是一个容易头脑发热的人 鉴于南方的杨行密 对自己虎视眈眈 一旦和李克用全面开战 淮南一带必然会吃紧 考虑到这些 朱温决定撤军回汴梁 此番李克用能抽出一万兵力前来助阵 是因为他已经拿下了卢龙军阵 成功入主幽州 加之此前打退了占据大同的赫连夺 此时的李克用将自己的地盘 扩展到三十几个州 在综合实力层面超越朱温 再次成为中原第一军阵 有足够的实力来对付朱温 李克用在灭掉卢龙军阵的过程中 收获了一员大将 名叫刘仁公 确切来讲 是刘仁公主动前来向李克用投降 刘仁公是五代十国时期 一个非常没有节操的人 他在打仗的时候 非常喜欢挖地道 因此 将士们送给他一个外号刘枯头 刘仁公在挖地道方面是一绝 除此之外 他拍马屁的功夫也是出神入化 刘仁公不断拉拢李克用的亲信 让他们在李克用面前为其说好话 李克用 耳根子比较软 在幕僚亲信们的美颜下 李克用觉得刘仁公是一个忠诚可靠 而且军事能力很强的人 李克用打下卢龙后 向朝廷推举刘仁公为卢龙留后 李克用在幽州短暂停留后 便班师回太原 偌大的幽州城正式被刘仁公握在手中 李克用的军事能力毋庸置疑 不过他在政治层面存在很大的短板 刘仁公曾是卢龙节度时 李匡威的手下大将 在幽州有一定的根基 此次李克用拿下幽州后 并未将幽州军队进行重组 而是原封不动地交给刘仁公指挥 刘仁公在幽州军内的威望 要高过李克用 这一点李克用没有考虑周全 这也为他以后埋下一个不小的隐患 就在李克用和朱温剑拔弩张之际 河中军阵出现了变故 河中节度使王重莹去世 王重莹是前任节度使王重荣的哥哥 王重荣意外被杀后 王重莹率兵评判接过弟弟的大旗 登上河中节度使之位 不过王重莹的能力和名望都不及王重荣 因此王重莹死后 河中官员集体拥立王重荣的儿子王科为接班人 由于王重荣生前和李克用关系很好 王科更是做了李克用的女婿 因此王科获得了李克用的支持 不过此事招致陕国节度使王拱的不满 王拱是王重莹的儿子 他认为自己才是河中军阵的继承人 王拱不害怕王科 但他害怕李克用 为了夺回河中节度使之位 王拱向朱温求救 希望能获得他的支持 朱温不想插手此事 但又不愿看到李克用坐收余力 于是他给王拱出了一个主意 让他请关中三镇的李茂贞 韩剑和王行渝三位节度使出面帮忙 朱温表示 只要他们三人肯出面 就一定能帮王拱夺回河中节度使之位 李茂贞是凤翔节度使 王行渝是静南节度使 韩剑是镇国节度使 他们三人占据的地方 称为关中三镇 朱温此举是想把李克用推到关中三镇的对立面 当初李茂贞等人赶走宦官杨复公集团之后 将他们的地盘据为己有 成为关中一带最强的势力 李茂贞当初是打着保护皇帝李叶的名义侵吞地盘的 后来李叶想将李茂贞打下的地盘收归朝廷 结果遭到拒绝 李茂贞还写了一封奏折 将李叶羞辱了一番 这让李叶十分恼火 为此他不顾群臣反对强行出兵征讨李茂贞 李茂贞随后联合王行渝组织了六万兵力 将来讨得朝廷大军打得大败 随后李茂贞直接下令反攻长安 面对来势汹汹的大惊 李叶吓得胆战心惊 他不敢出来担责 最终让宰相杜让能出来背锅 声称出兵讨伐李茂贞都是他的主意 然后下旨将他贬到吴州担任刺使 杜让能是大唐开国名相杜如慧的后代 面对皇帝的甩来的黑锅 杜让能为了保全名声 选择了替皇帝背锅 李叶本以为撤掉杜让能宰相之位 能够平息李茂贞的愤怒 但李茂贞坚持要求处死杜让能 最终李叶下旨赐死了杜让能 并伪造了几条杜让能的罪名功之于众 杀掉杜让能之后 李茂贞又趁机狮子大开口 向朝廷请奏担任凤翔 山西南道 武定和天雄寺镇的节度使 坐拥十五个州 成功迈入一流藩镇行列 此战过后 李茂贞和王行渝凭借距离长安近的优势 成功把持了朝政 身为关中三镇之一的韩剑 虽然实力不如李茂贞和王行渝 但他在此前围剿杨复公集团的时候出了不少力 因此被李茂贞视为盟友 关中三镇结盟之后 将长安包围的密不透风 他们三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礼堂朝廷的存亡 王拱收到朱温的建议后 决定向关中三镇求援 为了获得李茂贞等人的支持 王拱痛下血本 将自己搜刮来的金银珠宝 全部送给了他们 李茂贞等人 本就是见利望益的人 在王拱的重金贿赂下 李茂贞决定帮他说话 随后 李茂贞 王行渝 韩剑三人同时上奏 让李茂贞 让李茂下旨任命王拱为合中节度使 确定他的合法身份 李茂贞本以为此次上奏只是走个流程 李茂会痛快答应 但李茂却一反常态地表示 李克用在他们之前已经为王拱请任合中节度使 他已经答应了李克用 作为皇帝不能食言 李叶的突然强硬 让关中三镇突然不适应 他们决定反击 不过 李叶毕竟是皇室正统 要想出兵讨伐 就必须找到正规理由 否则就是谋反 其他节度使就有理由攻打关中三镇 经过一番密谋 李茂贞等人想出一个方案 他们决定拥立李叶的哥哥 李宝卫新皇帝 于是 他们打着拨乱反正的名义 发兵进攻长安 公元895年5月 李茂贞 王行宇等人 正式向长安出兵 朱温得知李茂贞出兵的消息后大喜 因为李茂贞这个举动 必然会得罪李克用 给李克用制造更多的对手 是朱温乐意见到的 当年5月初八 李茂贞一行人抵达了长安城外 他们没费吹灰之力 就打进了城内 此时的李叶已经是光感司令 李茂贞以武力相要挟 要求李叶下诏 让王拱担任河中节度使 李叶为了自保 只能照做 长安城内突生变故 远在河东的李克用 很快便知道了消息 他当即传令 辖区内各州整顿兵马 前往河中驻阵 当年6月 李克用到达将州 将州首将是王拱的弟弟王瑶 李克用仅用10天就拿下了将州 并升勤王瑶 7月初一 李克用到达了河中 随后 李克用派兵西渡黄河 一路摧枯拉朽将三阵联军打得落花流水 李茂贞为了对抗李克用 派自己的义子李承鹏前往长安 劝说李叶离开长安到凤翔避难 李叶知道 李克用前来勤王的消息后 坚决不肯出逃 他知道 只有李克用才能救自己 几年前 李叶组织了一支联军前去征讨李克用 如今时过境迁 曾经的罚对象成为自己的大救星 简直讽刺至极 但政治就是这样 只有永远的利益 没有永远的朋友 李叶打算在宫中等李克用大军前来 但李承鹏没有给他机会 他们直接冲进宫中和皇宫禁卫军大战了一场 试图强行掳走李叶 李叶见状不妙 他带着亲信和嫔妃 一路逃到了长安东南方向的沙城镇 李克用为了给李叶一个教训 他故意放慢行军速度 为了让李克用加快行军速度 李叶派人给李克用送去求救书信 他先是在信中向李克用道歉 声称当初不该组织联军讨伐他 然后李叶几乎以祈求的语气 请李克用 加快行军速度前来救援 李克用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 他见皇帝如此低声下气地求自己 便选择了原谅 随后他下令大军全速前进 其他节度时 见李克用如此势不可挡 也纷纷加入秦王队伍 一时间 李茂真 王行渝等人面临着四面楚歌的窘境 李茂真知道李克用的沙驼兵战斗能力强 但没想到强到如此地步 三镇联军居然连与之一战的能力都没有 人情双方的差距后 李茂真决定弃居宝帅 他命人将李承鹏召回 然后当众指责李承鹏是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 李茂真将挟持皇帝的罪责 全部怪罪到李承鹏头上 并命人将其逮捕 李承鹏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搞得不知所措 他本以为这是李茂真故意演戏 虽没有反抗 但李茂真并不是演戏 随后 他命人将李承鹏就地处斩 杀掉李承鹏后 李茂真将其手机送到李叶面前 声称劫持天子一事是李承鹏自作主张 并不是他的意思 李叶对此心知肚明 但他没有戳穿李茂真 而是借坡下驴认可了这个理由 李茂真的示弱 让李叶的处境瞬间好转 此时他最害怕的不是李茂真 而是手握重兵的李克用 后来 李叶派人向李克用传令 暂时让他不要攻打李茂真 李克用知道 李叶此举是不信任自己 为了取得李叶的信任 李克用将自己最喜爱的儿子李存旭 送到李叶面前作为人质 此时的李存旭年仅十岁 李叶见到李存旭后非常高兴 在李克用的建议下 李叶重新返回长安 李茂真凭借李承鹏的首级 获得了李叶的信任 李克用碍于李叶的面子 暂时没有攻打李茂真 此次李克用大军出动 长途跋涉来到长安 肯定不能空手而归 于是 他将目标对准了 关中三镇的另外一支敬旅 王行渝 面对李克用的讨伐 王行渝紧急向老大哥李茂真求救 李茂真表示无能为力 让王行渝自求多福 当年11月 李克用连克王行渝的大军 将他打得落花流水 走投无路的王行渝 决定向李克用投降 声称挟持天子都是李茂真的主意 和他无关 他准备向朝廷请罪 请李克用放他一马 尽管王行渝表现得生泪俱下 但李克用不吃这一套 他让王行渝洗好脖子 等着挨刀受死 王行渝见投降无果 最后带着全家老小200多口紧急出逃 当王行渝逃至沁州时 他的亲兵觉得王行渝不可能再翻身 于是将王行渝全家老小尽数诛杀 然后将他们的首级献给李克用 请求将功折罪 随着王行渝被杀 此次动乱暂告结束 李叶为了表彰李克用 将其由龙溪郡王升级为晋王 李克用其他手下均获得不同程度官职奖赏 由于李叶已经是傀儡皇帝 这是他能拿得出手的最高奖励 李克用并不在乎这些奖励 他在乎的是如何趁机将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李茂真灭掉 李叶知道李茂真怀有狼子野心 但李克用是一头不受控制的猛虎 如果任由李克用灭掉李茂真 那将没人能制衡李克用 考虑到这些 李叶以皇帝的口吻为李茂真求情 强行要求李克用不许对李茂真动武 李叶在向李克用说这番话的时候 内心实际上是十分忐忑不安的 因为李克用目前就在长安附近 以李克用目前的实力 他完全有能力就地推翻李唐朝廷 李叶这次下诏是一次豪赌 但他赌赢了 在李叶下诏之前 李克用的手下大将都劝他效仿曹操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 扛着李唐皇室的大旗 命令其他番阵节度使进京朝建 然后趁机削弱他们的势力 如果其他节度使不肯进京 就给他们安插上叛乱的罪名 然后号召其他番阵进行讨伐 李克用则可以坐镇长安 慢慢将朱温、杨行密、李茂真等一众强番逐个击破 掌控天下大权 以李克用的兵力和人才储备 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步 面对这个非常诱人的建议 李克用只是迟疑了片刻便拒绝 当初李克用被朝廷重新请回中原后 他就下决心忠于礼堂 李克用始终把自己定位于大唐的忠臣 他甚至连做权臣的想法都没有 相较于邪天子以令诸侯的骂名 他更看重流芳百世的美名 这是李克用为人称道的地方 同时也是他政治层面的短板 公元895年12月底 李克用奉赵班师 在临行前 李克用让自己的御用文人李希吉 给李叶写了一篇奏章 他在奏章中写道 我只是一只冻中平凡的飞鸟 因仰慕圣德 被顺地的雅跃召唤而来 然天鹿无梯 仰望着摇地的祥云 自知不可攀越 李叶读完这篇奏章后大喜 他感叹乱世之中 还有李克用这样的忠臣良将 随后 他命人从府库中挤出三十万贯钱 赏给李克用的将士 对此 李克用非常高兴 不过他手下的将士们却闷闷不乐 因为这是李克用最接近成为天下霸主的时刻 但李克用为了自己的忠义之名 放弃了全体将士们的荣华富贵 谁满则易 月满则亏 自此之后 李克用再也没有达到这样的巅峰 随之而来的是下坡路 就在李克用立志留名轻史时 他的老对手朱温 却将仁义道德丢在一边 为了实现称霸目标而不择手段 公元895年8月底 当朱温得知李克用正式进入关中的消息后 他决定对朱轩和朱锦兄弟俩发起总攻 此前 朱氏兄弟由李克用撑腰 并不惧怕朱温来袭 如今 李克用远在关中 无暇顾及朱氏兄弟 朱温当即派大将庞石谷率兵前去攻打朱轩的大本营运州 朱轩派李克用派来的沙陀骑兵作战 沙陀骑兵的首领是李克用的部将史丸府与何怀堡 他非常看不起朱温 他觉得朱温之所以能打胜仗 是因为没有遇到沙陀士兵 此次 他要通过重创朱温来为沙陀士兵证明 正所谓交兵必败 朱温知道史丸府看不起自己 因此故意示弱 他令庞石谷故意败退 然后在后方设下埋伏 史丸府一心想速胜 最后撞进朱温设的埋伏圈 此意沙陀士兵基本上全军覆没 史丸府失守被擒 何怀堡侥幸躲过一劫逃回了运州 朱轩见沙陀士兵大败 便紧闭城门坚守不出 朱温随后下令撤兵 转而前去围攻朱锦的大本营衍州 面对朱温的层层包围 朱锦派人向朱轩求救 此时的朱轩已经是强弩之末 但亲弟弟必须要救 于是他拼凑出一支万人军队 十六 出发前朱轩嘱咐贺归 不要与朱温正面硬拼 可以绕到他后面截断其良道 贺归对于此次挂帅出征 一直犯嘀咕 因为以往朱轩都会亲率大军 为远州解围 如今让别人带他出征 说明他自己本人 也并不看好出征前景 结果正如贺归所料 朱温探查到贺归的动向后 当即判断出对方要截他的良道 于是他亲率一支骑兵精锐 前去堵截并成功阻击对方 斩杀六千多人 剩下的士兵全部被俘 赫归见大势已去 最终选择向朱温投降 朱温压着三千多名俘虏 在远州城下当着朱锦和远州将士们的面 将三千俘虏全部斩杀 这番场景让远州将士心惊淡寒 朱温试图用这个手段来恐吓朱锦 让他投降 但朱锦是个很强硬的人 宁死不详 就在朱温准备权力攻城之际 李克用从长安返回了太原 他知道朱氏兄弟的处境后 派大将李承四率领先锋部队前来持援 与此同时 李克用也在积极准备粮草自重 打算出动主力部队与朱温作战 公元896年正月 李克用任命李存信为主帅 率领三万人再次借到魏伯前往运州 此前李克用派出的援兵 都是借到魏伯 不过前几次援军数量比较少 携带的粮草也比较充足 魏伯节度时 罗洪信并未反对 此次李存信率领三万大军过境 所带的粮草不是很充足 为了补给军队 他直接下令在魏伯境内截掠 致使沿途百姓遭受严重伤亡 更让罗洪信难以忍受的是 李存信行之魏伯深陷时 便下令扎营驻军 这让罗洪信觉得李存信想吞并魏伯的地盘 李存信目中无人的做法 让罗洪信十分愤怒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他派人前去联络朱温 希望能得到朱温的支持 朱温表示 一定会站在罗洪信这边 为了表示诚意 朱温派了数千士兵前去支援魏伯 罗洪信也征集了一支三万人的队伍 双方合兵一处 准备对李存信发起偷袭 此时的李存信还未意识到危险来临 他认为罗洪信没有胆量挑战李克用 因此并未过多地进行防御 当罗洪信率领大军杀来时 李存信才如梦初醒 但为时已晚 此意李存信损失数千人 加之粮草资重被罗洪信抢走 这支队伍已经没有能力前去支援朱宣 李克用得知军队被偷袭的消息后 勃然大怒 当年三月 李克用亲自率领大军前往魏伯 罗洪信收到情报后 紧急向朱温求援 不过朱温并未立刻发兵前往 因为此时 李克用兵风正胜 前去交战胜算不高 再者 罗洪信手下的魏伯将士 战斗力很强 加之魏伯诚实坚固 拖住李克用两个月 应该没有问题 朱温想等到 李克用与罗洪信两败俱伤时 再入场坐收余力 事情发展正如朱温所料 尽管李克用兵风强盛 但魏伯士兵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们不仅守住了 河东军的连续冲锋 还绕到河东军大后方 骚扰他们的良道 此次战事进程 超出了李克用的预期 随后就出现了粮食危机 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 李克用将军队分成多个分支 允许他们在魏伯当地 劫掠来进行补给 一时间 河东军开始了 大规模的抢粮 抢钱 抢女人 李克用的儿子李存旭 曾提出过严肃军纪的建议 否则会影响河东军的名声 李克用则表示 将士们常年跟随他南征北讨 如果不满足他们的私欲 他们就不会卖命 从李克用这个说法也能看出 他只是在乎王侯将相对他的看法 根本不在乎百姓对他的评价 公元896年6月 朱温见李克用出现了颓势 便决定对其用兵 他派大将葛从舟 带领一众猛将北渡黄河 最终囤兵于环水 与李克用大军仅有几十里之隔 李克用得知消息后 率兵前去攻打变军环水大营 他派自己的长子李洛洛率领 两千精锐骑兵作为先锋 试图冲垮汴州军的防线 葛从舟非常重视此次战斗 他知道李洛洛率领的是骑兵精锐 于是命人在大营前的土路上 挖出一道道坑 然后再用黄土进行覆盖 李洛洛到达汴军营前时 并未派人前去查看 而是直接下达了冲锋命令 李洛洛觉得 杀驼骑兵天下无敌 可以无视一切障碍 当骑兵冲到营前土路时 由于土质松软 士兵们摔得人仰马翻 葛从舟见状 立马组织反攻 李洛洛率领的两千精锐 几乎全军覆没 李洛洛本人则被升擒 在后方观战的李克用 见儿子被擒 一时间气血上头 为了救回儿子 他不顾自己主帅的身份 骑马便冲了进去 结果也坠马倒在了土坑路上 汴州军见状欣喜若狂 他们如恶狼般扑向李克用 但身经百战的李克用 不是平庸之辈 坠马后的他并未慌张 而是以战斗姿态 射落了冲在前面的几个汴州军 减缓了对方冲锋速度 随后 他的卫兵火速赶来救援 将李克用拼死救出 武力营救儿子失败后 李克用派人前去谈判 他告诉朱温 只要能放回李洛洛 他愿意与朱温重归于好 不再追究之前 上援驿馆的救账 也会停止救援朱氏兄弟 李克用是一个重视信誉的人 他所做的承诺 基本上都能办到 但朱温并不相信他的承诺 不过 见李克用 卑躬屈膝到这个份上 朱温并不想逼得他 鱼死网破 但放掉李洛洛又不甘心 几经权衡之下 朱温想出一个 非常歹毒的办法 朱温将李洛洛送给罗洪信 让他来决定 李洛洛的生死 朱温之所以这么做 是为了逼罗洪信站队 如果放掉李洛洛 朱温就会把罗洪信视作仇敌 如果杀了李洛洛 罗洪信就只能上朱温这条船 以后没有退路 面对这个难题 罗洪信陷入沉思 最终 罗洪信选择投靠朱温 随后下令将李洛洛处斩 李克用得知李洛洛的死讯后 心如刀脚 他无心再战 便下令撤军 暂时退出卫博战场 李克用撤军后 朱温立刻对朱轩和朱锦 发起了猛攻 走投无路的朱氏兄弟 此时的李克用已经有心无力 因为罗洪信已经站在了朱温这边 李克用要想救援朱氏兄弟 就必须先灭掉罗洪信 显然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事情 失去李克用的庇护后 朱氏兄弟的地盘 一点点被朱温蚕食 当年十月 从丧子之痛中平复的李克用 再次集齐兵马出兵卫博 罗洪信在攒满怒气质的李克用面前 根本不是对手 于是转而向朱温求救 朱温也紧急征掉兵马前去支援 一场关乎两个阵生死的大战一触即发 可就在此时 气势上占优的李克用 却突然下令撤军 朱温见李克用主动撤退 果断抓住机会 对朱萱的运州发起了猛攻 并一举攻克了运州城 在城破之前 朱萱带着美艳的荣夫人弃城而逃 结果被沿途的乡民抓住 送到了朱温面前 朱温毫不留情地杀了朱萱全家老小 唯独留下了美艳的荣夫人 随后 朱温便迫不及待地和荣夫人共欢云雨 用这种方式给朱萱这位曾经的义兄送行 朱锦得知朱萱被抓的消息后 也弃城而逃 随后他带着李克用派来的李承四 和石岩两员大将 一路南下投奔杨行蜜 此时的杨行蜜 不但和朱温撕破脸皮 他的部下田军和安仁义 也有自立山头的想法 他们三人的投奔 对杨行蜜来讲 是一场及时雨 杨行蜜亲至高游迎接朱锦一行 并解下自己的玉带相赠 以示亲蜜 随后 杨行蜜又向朝廷上书 推荐朱锦为感化节度使 朱锦逃跑后 衍州城内的守军已经是惊弓之鸟 朱温不费吹灰之力 便拿下了衍州 朱温和朱氏兄弟的恩怨 从公元887年开始 这场恩怨 直到公元897年才分出胜负 在此期间 朱温和朱氏兄弟之间 进行了大大小小上百场战斗 最终完成了对天平和泰宁两阵的兼并 拿下朱氏兄弟后 朱温已经控制了中原八阵23个州府 确定了自己在黄河以南 淮河以北的绝对霸主地位 在综合实力上已经把李克用甩出了好几个身位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李克用 当初李克用在取得优势的情况下退出了卫博战场 并不是害怕朱温 而是长安出现了变故 当初关中三镇逼宫皇帝李叶时 李克用亲率大军前往长安秦王 当时李克用准备将关中三镇势力最强的李茂贞打掉 但李叶出于政治平衡的考量制止了李克用 李克用走后 李茂贞便开始肆无忌惮地在关中一带扩张 不断蚕食周边军阵的地盘 并越来越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李叶为了自保 在京城招募了一支由流民土匪组成的军队 准备对抗李茂贞 为此李茂贞放出风声 表示要带兵入京清军策 李叶听后大惊 他立马派人向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搬救兵 由于李克用距离长安比较远 需要一段时间后才能到达 李茂贞得知李叶向李克用 搬救兵的消息后 率领大军火速赶到了长安 李叶为了自保 带着文武百官再次逃离长安 这是李叶成为皇帝以来的第二次逃跑 起初李叶准备前往太原投奔李克用 走至半路 镇国节度使韩剑派儿子前去迎接李叶 希望李叶能够到华州避难 韩剑是当初关中三镇最弱的一个军阀 李叶对他并不信任 但李叶身边的宦官不停在他耳边说韩剑的好话 致使李叶产生了动摇 考虑到李克用不是汉人 而且有推翻朝廷的实力 李叶最终决定前往华州投奔韩剑 李茂贞得知韩剑截湖皇帝的事情非常生气 他率兵到了长安后 将长安皇城复之一具 并打算出兵攻打韩剑 后来韩剑主动向李茂贞示好 并声称自己无意冒犯 只是想利用皇帝做点事 李茂贞见韩剑示弱 便不再追究此事 转而继续扩张自己的地盘 韩剑将李叶赢到华州 并不是想携天子以令诸侯 他的目的非常单纯 就是打着李叶的旗帜 让本该运到长安的供税转移到华州 以此来借机敛财 李叶在华州待了一段时间后 发现韩剑忠诚是假 借机敛财是真 因此表现出了不满 韩剑担心李叶日后回长安后会报复 于是准备削弱李叶的势力 公元897年正月 韩剑向李叶上奏 声称李叶身边的八位亲王准备谋反 要尽快除掉他们 身处屋檐下的李叶 为了保住皇室成员 只得让八位亲王到韩剑跟前解释 但这种解释都是徒劳的 因为韩剑铁了心要削弱皇帝的势力 最终李叶在韩剑的逼迫下 隔去了八位亲王的全部职务 将他们软禁起来 跟随皇帝前来的两万多卫兵 也被就地解散 为了安慰李叶 韩剑上奏李叶请求 立他的儿子李玉为太子 算是给李叶留了一点颜面 李叶在韩剑的挟持下 整日过得战战兢兢 他刚来华州时 曾派阎王李界批 秦王李四周前往太原 请李克用发兵 他现在唯一的期盼就是 李界批能从李克用那里带来好消息 但现实再次让李叶失望 李界批返回华州后告诉李叶 说李克用内部正发生内乱 他无暇前来支援 让皇帝再忍耐一段时间 韩剑得知 李克用不会前来救援的消息后 更加肆无忌惮 他诬陷李界批和李四周意图谋反 然后以皇帝的名义下诏 将之前被软禁的八位亲王 连同李界批和李四周一起斩杀 李叶眼见自己的皇室子 直被韩剑诛杀 内心痛不欲生 但他已经彻底被韩剑架空 根本没有反击的能力 为了自保 他强忍着悲伤 加封韩剑为太傅 并赐他单输铁券 李叶通过此举来向韩剑示好 希望他不要再屠杀其他李唐子弟 此时的李叶非常可怜 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如果他前去投奔李克用 得到的待遇大概率比现在强很多 之前李克用得知 李叶再次出逃长安 受困于华州时 他选择忠义为先 紧急从魏博战场撤退 放弃攻打罗洪信和朱温 为了能够进京秦王 李克用将辖区内的部队一分为二 一支部队用来防止住朱温突然来袭 另一支部队则准备直奔长安援助李叶 当李克用下达召集军队的命令后 河东各州都积极响应 唯独留守卢龙的刘仁公反复推辞 后来李克用亲自给刘仁公写信 让他亲自来太原解释 准备已久的刘仁公当着众人的面 撕毁了李克用的亲笔信 然后宣布脱离河东军阵 李克用喜欢标榜忠义 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背叛 得知刘仁公背叛的消息后 他决定先解决掉刘仁公再去秦王 公元897年7月 李克用亲率大军前去征讨刘仁公 刘仁公不敢怠慢 派自己的女婿尚可吉为主将前去迎敌 当年9月初九 双方大军在安赛军相遇 当天晚上李克用心情不好 碎喝得鸣顶大醉 当他知道前来迎敌的不是刘仁公本人 而是名不见经传的尚可吉时 李克用大怒 他强压着醉意 命令部队前去迎敌 李克用率领骑兵在前 步兵在后面跟随 由于李克用骑兵速度太快 将后面的步兵越拉越远 善可吉见到李克用之后 故意洋装败退 气血上头的李克用意识到 对方可能是计谋 但他并未下令停止进攻 而是继续率领骑兵前去追击 当他追至木瓜剑时 中了善可吉的埋伏 李克用在亲兵的拼力厮杀下得以逃脱 而其他骑兵几乎全军覆没 第二天一早 行酒后的李克用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 但为时已晚 他知道短期内已经不可能拿下幽州 遂下令撤军 此战过后 卢龙正式脱离河东自立 李克用不仅失去了一大块地盘 同时又多了刘仁公这个强敌 此时的李克用在综合实力方面 已经被朱温远远甩在身后 他终其一生都未能再次超过朱温 在李克用被刘仁公大败期间 朱温一直好消息不断 拿下天平和泰宁两阵后 朱温再次把目光描向淮南 当初淮南节度使高平被杀后 李叶曾任命朱温兼任淮南节度使 虽然这一纸诏令并不能实际执行 但为朱温征讨淮南提供了法理依据 之前杨行觅和钱留为了对抗孙儒 暂时结为联盟 孙儒被杀后 两人也随之闹掰 相互之间攻伐不断 此时淮南大部分地区被杨行觅占据 要想拿下淮南就必须打败杨行觅 公元897年9月 朱温为了一举吞掉杨行觅 将汴州军一分为三 朱温本人统领一路 另外两路分别让庞石谷 葛从州挂帅统领 此次朱温总共出动了十几万大军 这种规模的队伍在唐末时期 已经非常少见了 足见朱温攻打淮南的决心 比起朱温的十几万大军 杨行觅在扬州只集结了三万多人 此次庞石谷领兵七万屯 驻于清口 此处地势低洼 杨行觅在里城寺的建议下 采用蓝河驻坝的方式 将庞石谷的大本营淹掉 庞石谷由于轻敌大意 未提前做防范 汴州军河水的冲泡下 瞬间乱乱作一团 相互踩踏死伤者不计其数 杨行觅趁汴州军混乱之际 让此前前来投降的朱锦担任主将率兵前去截杀 朱锦对朱温有深仇大恨 在他的指挥下 淮南将士对汴州军展开了单方面屠杀 汴州军主帅庞石谷在此役中被杀 其他士兵要么趁乱逃跑 要么选择向杨行觅投降 这场战争是杨行觅起兵以来 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 灭掉庞石谷之后 杨行觅探知到葛从州正在不远处掉头西海 杨行觅当机立断 和朱锦带着五千名骑兵精锐前去追击葛从州 此次葛从州执行的是牵制任务 率领的士兵并不多 加之庞石谷全军覆没给将士们带来的心理冲击太大 汴州军无心恋战 只想逃窜 而杨行觅率领的淮南军士气正盛 随后朱岩寿率领的黑云都也前来驻战 对葛从州形成了围剿之势 葛从州为了避免全军覆没 他想出一个极端的对策 他临时选出一批人作为赶死队殿后 抱着必死的心态拖住杨行觅 这个计策为葛从州撤军争取了一定的时间 最终逃出了八千人 不过 葛从州为了保证行军速度 将粮食资重全部丢弃 鸡肠鹿鹿的士兵们 在凛冽的寒冬中奔行了四天 最终只有不到一千人返回了大本营 这个结果让朱温目瞪口呆 此时的朱温完全有能力再次集结大军前去攻打杨行觅 力求一血前耻 不过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一旦朱温战事不利 大后方就容易生变 之前打下的地盘就有瓦解的风险 几经权衡之后 朱温决定退兵 以防大本营生变 尽管朱温的品行十分卑劣 但他在战略层面的沉着冷静 是一般军阀所不具备的 此战过后 杨行觅彻底在南方站稳了脚跟 成为实力最强的一路军阀 公元898年正月 回到汴州后的朱温 联合镇海节度使前流 武昌节度使杜宏等人 共同上奏朝廷 控诉淮南节度使杨行觅 请求朝廷联合各藩镇前去讨伐杨行觅 李克用得知朱温被杨行觅打败的消息后 他联合成德节度使王荣 河中节度使王科 以及义武节度使王告 共同上奏朝廷 也控诉朱温的罪行 请求朝廷组成联军 共同讨伐朱温 李叶的朝廷已经完全成为傀儡 他无力干涉任何一方势力 各路军阀也没指望朝廷能做主 他们之所以联合上奏 是向天下表明自身态度 表明自己是朱温联盟 还是反朱温联盟 五代十国前期的主线是 朱温和李克用双雄对决 杨行觅作为淮南霸主 也占据了一定的位置 除此之外 其他军阀也到处寻找落脚点 例如孙儒的旧部马因 在湖南一带站稳了脚跟 建立了五代十国的马楚政权 马因虽然是孙儒的旧部 他在打仗的时候也非常残暴 不过站稳脚跟后 他积极发展民生 对待百姓非常宽厚人意 与之前的形象截然不同 秦宗全旧部王旭光 在南下的过程中 因为形势过于残暴 被部将王朝趁机发起兵变诛杀 随后 王朝在这门一带逐渐做大势力 建立了五代十国之一的敏国 之前在川鼠一带风生水起的王剑 随后也一统川鼠 建立了五代十国之一的前鼠 朱温在于杨行密的大战中失败后 他的威信遭到了一定的折损 此时的他需要一场大胜来重振威望 否则就有可能出现叛乱 朱温环顾四周 他决定通过打败李克用来重新立威 最终将攻打目标选在了行明镇 行明镇之前是李克用义子李存孝的地盘 李存孝被杀后 李克用派马施素来此担任节度使 朱温之所以拿行明开刀 是因为马施素是一个平庸之辈 此前 罗洪信出兵 堵住了太原和行明之间的交通要道 使得太原难以支援行明 在朱温眼里 行明是一个很容易拿捏的地方 公元898年4月 朱温任命葛从周围主帅 全力进攻行明镇 由于缺少支援 葛从周仅用了七天时间就拿下了行明 行明镇失守后 李克用花费多年 在太行山以东打造的据点被拔出 朱温此举再次削弱了李克用的力量 并进一步拉大了对李克用的差距 拿下行明后 朱温让葛从周留在当地助手 以此来应对李克用的反扑 失去行明让李克用十分恼火 他当即开始整顿军队准备反扑 当年十月李克用任命自己的义子李四昭为统帅 大将周承德为副帅 率领大军前去收复 行明三周 李四昭和周承德都是当世名将 加上能争善战的沙驼骑兵 他们出马本应该轻而易举地夺回行明 但现实没有按照李克用预设的剧情去走 当李四昭走到行州西北的张公桥时 与葛从周率领的大军相遇 随后双方爆发了一场大战 此战河东军表现的大失水准 在葛从周的率领下 河东军被杀得溃败 李四昭见形势不妙 便下令撤军返回太原 由于返回太原 需要穿越太行山的青山口 打算赶尽杀绝的葛从周 亲自一支骑兵精锐 日夜兼程赶到了青山口埋伏起来 此时的河东军回乡心切 当他们来到青山口时 早已埋伏在此的汴州军 杀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已经成惊弓之鸟的河东军 瞬间被冲散 任凭李四昭如何整顿阵型 都无济于事 就在此时 李克用的另外一名义子李四元 带领500名骑兵赶来支援 李四元率领的是一支王牌精锐 他们面对汴州军丝毫不惧 李四元在此战中表现得十分英勇 据史书记载 他身中四箭仍没有撤退 而是忍着剧痛 带领骑兵继续冲锋 李四元的勇猛让葛丛周大吃一惊 同时也让葛丛周怀疑 李克用可能就在附近观战 才使得手下将士们如此拼命 为了稳妥起见 葛丛周没有力拼 而是下达了撤军命令 就这样 李四昭 周承德等人躲过了一劫 此次反扑 行明失败后 李克用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这几年 他接连遭遇长子被杀 刘仁公被判 木瓜剑惨败 和行明失守 连续的打击 让李克用心灰意冷 加之朱温在与杨行蜜对峙的过程中 逐渐占据上风 使李克用感觉灭掉朱温越来越困难 这位饥饿如仇 曾发誓杀掉朱温的万人敌 内心生出一丝追求和平的念头 他打算和朱温握手言和 只是碍于面子问题 没有迈出这一步 就在此时 皇帝李叶给了李克用一个台阶 李叶自从被韩剑接到华州后 过了两年多生不如死的日子 在这期间 朱温曾主动提出派人到洛阳修缮宫殿 打算把李叶接到洛阳 韩剑不敢得罪朱温 但他又怕李叶到达洛阳后 会报复自己 于是他紧急向曾经的老大哥李茂贞求救 李茂贞也担心 李叶到了洛阳后会失去控制 于是主动在长安修缮宫殿 并上奏李叶请求原谅 全力以赴把李叶留在关中 李叶为了逃离华州这个魔窟 他答应回到长安 并承诺以后不会对韩剑秋后算账 公元898年8月 李叶回到了梦寐以求的长安 他回到长安后 遵守了对韩剑的承诺 并未对他秋后算账 实际上他也没有能力清算韩剑 李叶一生多灾多难 此时的他希望大唐能够回到和平状态 尽管他自知是一个傀儡皇帝 但他还想努力一下 于是他同时给李克用和朱温写信 希望他们俩能够握手言和 李克用收到书信后 碍于面子没有主动联系朱温 而是委托成德节度使王荣坐和事佬 前往汴州向朱温讲和 此时的朱温已经是天下第一强犯 而且势头还在不断上升 面对李克用的主动求和 朱温丝毫没留情面 他傲慢地表示 让李克用做好挨打的准备 一生要强的李克用 见朱温不肯和解 瞬间暴怒 他再次下令整军备武准备征讨朱温 可没等大军开拔 李克用内部又出现了叛乱 此次叛乱的主角是李罕之 当初李罕之在李克用遭遇驿馆之变时 曾伸出援手 后来李罕之被张权毅赶出和阳后 前来投奔李克用 李克用将李罕之留在身边予以重用 李克用曾声称李罕之是他的生死之交 表面上关系非常好 起初李罕之也非常安喻现状 后来随着李克用势力越做越大 李罕之萌生了想成为节度使的想法 他本以为李克用会拿出一块地盘让他治理 但每次都失望而归 最让李罕之难以接受的是 李克用将卢龙交给前来投奔不久的流人公治理 而不是跟随多年的他 在前往关中秦王的过程中 靖南节度使王行瑜被杀 李罕之本以为李克用会向朝廷推荐他接替靖南节度使 但李克用并没这么做 而是把名额给了外人 后来昭义节度使薛志勤病逝 李罕之抓住机会 率兵到达了昭义大本营陆州 然后写信给李克用 暗示李克用将昭义交给他处理 李克用对李罕之这个举动非常反感 他不仅没答应他 还派兵前去讨伐李罕之 李罕之一气之下投降了朱温 李罕之的到来让朱温非常高兴 他当即向朝廷上奏任命李罕之为朝义节度使 正式将李罕之收之麾下 李罕之的倒戈相向 让李克用有了足够的理由去征讨朱温 就在李克用准备全线围攻朱温时 意外又发生了 五代十国的故事就是如此精彩 精彩到有些不太真实 有些桥段甚至连编剧都不敢这么写 但现实就是如此魔幻精彩 在李克用和朱温几经爆发大战时 善于挖地道的刘仁弓出来搅局 他此前打败李克用之后 趁机拿下了异常节阵 进一步扩展地盘 后来他又把目标描向了魏伯 前不久 魏伯节度使罗洪信去世 他年仅17岁的儿子罗绍威继位 刘仁弓见罗绍威年少 遂起了争夺之心 公元899年正月 刘仁弓正式出兵魏伯 长期以来 魏伯一直提防南北两侧的朱温和李克用 因此 在西部防线上部署的兵力很少 刘仁弓率领大军 轻松拿下了魏伯西部的贝州 并在城内屠杀了数万百姓 以此来立威 这番局面让罗绍威吓傻了眼 他同时向朱温和李克用求救 李克用虽然近年来一直和魏伯作战 但从战略层面上来讲 拿下魏伯后 可以进一步靠近朱温的大本营汴州 这对他打赢朱温非常有利 加之李克用十分讨厌刘仁弓 因此答应出手相助 而朱温也不希望魏伯落入李克用之手 也答应帮忙 此时已经飘飘然的刘仁弓认为自己天下无敌 遂率军深入魏伯境内 由于朱温距离魏伯比较近 因此 他派大将葛从州率先抵达了战场 在葛从州面前 刘仁弓连吃败仗 他的女婿善可吉也在战斗中被杀 后来 承德节度使王荣也派兵前来痛打落水狗 在多方势力的围剿下 刘仁弓一败涂地 他带来的十万大军只剩下两万多人 此战让刘仁弓见识到朱温大军的实力 他逃回幽州之后便紧闭城门 再也不敢主动出门应战 此次 刘仁弓从出兵到兵败仅过去了三个月 由于太原距离魏伯比较远 中间还隔着一个太行山 当李四昭率领何东军到达魏伯战场的时候 战役已经结束 罗绍威见战事平息 又恢复了罗洪信生前制定的政策 紧抱朱温的大腿 坚决对抗李克用 李四昭见战事打完 只能郁闷地返回太原 不过朱温并未打算放走李四昭 在何东军撤退之际 朱温已经兵分三路 对何东本土发起攻击 朱温派葛从州率领胜利之师 通过井行口进入何东境内 并攻陷了成天军 老将丁慧则一路攻下泽州 打通了前往路州的通道 刚得到朱温信任的大将士舒从 未向朱温证明自己的价值 他率领大军直插河东腹地 相继拿下了辽州 乐平与驻守太原南郊的周德威 形成对峙之势 此次朱温行动之快 完全出乎李克用的意料 不过他并未慌张 驻守太原的周德威 利用士舒从的轻敌大意将其大败 斩杀汴州军五千多人 士舒从只好败走撤退 葛从州得知士舒从失败的消息后 不敢孤军深入 随后也选择撤军 老将丁慧在南路打得风生水起 一举攻克了昭义 随后 李克用急调李四昭前去支援昭义 在李四昭的带领下 河东军采取围城断梁的方式 逼退汴州军 再次将昭义二州夺了回来 随着昭义二州失守 此次朱温打击河东本土的行动 宣告结束 此次朱温虽然未能夺取河东的地盘 但给李克用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在与朱温较量的过程中 李克用已经完全处于下风 他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改主动进攻变为被动防守 公元九百年正月 李克用征调大批量民夫重修晋阳城 以此来防御朱温的进攻 在李克用修缮晋阳的同时 朱温也在制定下一步计划 他认为要想对李克用全面开战 就必须扫清大后方的隐患 目前义武和承德两阵是李克用的盟友 占据卢龙的刘仁公一直不安分 很有可能在后面捅刀子 朱温决定先扫除他们 再前去攻打李克用 公元九百年四月 朱温派出一支豪华阵容 以葛从周为主帅 张存静视书从为副帅 统领天平 泰宁 宣义 魏伯四镇十万大军 前去征讨刘仁公 自从上次兵败魏伯后 刘仁公便一蹶不振 此次面对四镇联军 刘仁公吓得肝胆剧烈 情急之下 他派人向李克用求救 李克用收到求救信后 内心五味杂陈 他知道刘仁公的脸皮很厚 他没想到厚到这个程度 但李克用没有失去理智 他不能让朱温吞掉卢龙 因此强忍着愤怒前去支援刘仁公 最终 李克用派出周德威到卢龙战场 和朱温大军正面交锋 派李四昭深入朱温腹地 以此来转移朱温的注意力 朱温害怕大本营遭到偷袭 最终放弃了攻打刘仁公 转而撤军防守 在撤军的过程中 葛从周遇到还未完全退出去的李四昭 并再次将他打败 此次李克用不但替刘仁公解了围 还损失了大量兵马 这番场景 让李克用犹如吞了苍蝇般难受 不过为了大局着想 他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 朱温大军从卢龙撤退后 并未返回汴州 随后下令进攻承德 为了拿下承德 朱温亲自到前线指挥 王荣知道 李四昭刚打了败仗 短期内无法前来救援 面对来势汹汹的朱温大军 最终 王荣选择了投降 王荣为了表忠心 将自己的世子 王昭座和承德主要将领的儿子 作为人质送到了汴州 朱温见王荣诚意十足 将自己的一个女儿 嫁给了王昭座 至此 本来忠于李克用的承德 倒向了朱温 拿下承德后 朱温任命大将张存静为主帅 会同罗绍威的卫博军队 再次对卢龙发起争讨 之前 刘仁公已经被打得半残 虽然李克用留下了一部分援兵 但数量太少 根本抵挡不了汴州军 汴州军如崔枯拉朽般 横扫整个卢龙 就在张存静率兵 即将到达卢龙大稳营幽州城时 天气突然变得阴雨连绵 张存静暂时放弃攻打幽州 转而前去进攻义武军阵 一路直逼义武大稳营定州 义武前任节度时 王储存和李克用是儿女亲家关系 一直以来 义武军阵都是李克用的小跟班 对他忠诚无比 王储存的儿子王告接班后 也秉承着父亲的宗旨 继续对李克用忠诚 如今面对朱温大军前来征讨 王告第一时间向李克用求救 此时的李克用已经困难重重 但他仍然决定全力支援义武 不过在援兵到达之前 张存静已经发起了数次猛攻 王告见形势不妙 便带着家小弃城而逃 前往晋阳投奔岳父李克用 王告的叔叔王储直 则留在定州继续守城 王告逃跑后不久 李克用的援军逐渐到达义武 并与张存静形成了对峙之势 双方互有伤亡 当年11月 朱温为了鼓舞士气 从承德出发赶往定州 试图一鼓作气拿下定州 王储直自知不是朱温的对手 便提出与朱温和谈 朱温想利用此事制造轰动效应 便接受了王储直的投降 朱温想让世人知道 李克用的铁杆盟友 都已经倒戈相向 李克用距离倒台也不远了 得知王储直归顺朱温后 李克用便撤出了援军 整个河东军的士气非常低迷 刘仁公见李克用示威 又开始见风使舵 他派人给朱温送信表达善意 并斩钉截铁地表示 与李克用划清界限 朱温对刘仁公这种小人做派非常不齿 但朱温是一个政治家 优秀的政治家 懂得把利益放在个人喜好前面 朱温最终接受了刘仁公的投诚 随后宣布从炉龙撤军 朱温此番出征 顺利拿下了承德 义武 卢龙三镇 这也意味着 李克用在河北经营十几年的成果 全部丧失 他在与朱温的此轮博弈中遭遇完败 从此之后 整个华北地区成为朱温的势力范围 他也毫无争议地成为中原第一霸主 我只是想把你带回来 我带回来